日月潭除虎有成嗎 以往七月入夏之後 魚虎魚卵孵化 潭中用魚會大爆發 集結成一顆顆魚虎球 畫面是相當的驚人 不過漁民發現今年七月至今 幾乎沒有見到魚虎球出沒 開心地表示透過捕捉公魚虎 減少交配似乎有成效 哇 你看好大的魚球 日月潭魚虎球出沒 這是過往入夏時期 日月潭魚虎又虎孵化大爆發 在檯面冒出死亡泡泡的驚人場景 不過近年魚虎球卻幾乎消失無蹤 也讓釣客驚呼連連 每年五六月是魚虎逐潮交配期 因此到了七月份魚軟孵化後 魚虎球會在日月潭頻繁出沒 不過近年魚虎球大量消失 當地漁民就表示透過補掉公魚虎 減少魚虎群配對生育 導致此魚產出空包彈 防治措施似乎少有成效 南童縣農業處則持續透過電撈捕捉防治魚虎繁衍 雙管旗下 日月潭出虎行動見效 民眾也判透過持續抑制魚虎繁殖 保護日月潭水域生態 最為邵宇南投報導